我胖的時候的感情 真的一直都沒有順過 然後我覺得 雖然那時候對我來講 我覺得很殘忍 可是也是因為那一次之後 讓我決定要重生 所以我還滿感謝他的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要分手的時候 他就說 我根本沒有喜歡妳 我是同情人 他就說 騙人 怎麼可能 真的 他說我是 這麼殘忍 他就說沒有人會想要 跟一個這麼胖的人在一起 這都是因為同情 然後我就覺得很難過 誇張 超難過的 然後當然也有 就是很之前 覺得自己喜歡的男生 然後想要倒追的 然後後來他就會被笑 可能知道的時候 然後人家就笑他說 趕快去啦... 你去當地上王菩薩 因為他就是地上王菩薩 就是管那個 對 所以也有人就會說 快點啦 你們有沒有人要自願當一下 龍騎士跟他在一起 然後我就是一直都是 這樣子的聲音 然後在我的耳朵 然後我就覺得 那妳應該就 不要跟這種人交往 可是我發現 不是只有某些人 是大部分的人 因為大部分的男生 很多有的可能會說 我這不在意外表 可是他們就是看外表 他們一看到妳 這麼大肚 他根本就沒有發布 所以男生說我們會重視 女生的內在美 妳覺得是 騙人的 因為男生的第一眼 看的永遠都是視覺 然後視覺讓他不滿意 他才不會花時間 了解妳的內在怎麼樣 那一次之後我就決定說 好 我的人生要徹底 做一次轉變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也很難過 然後我記得 王少偉跟我 因為王少偉算是我身邊的 一個也滿重要的長輩 他長輩耶 算長輩耶 哥哥 然後他從來都不跟我講好聽話 然後都是講難聽話 然後他也不會安慰我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懂台語 他就說 你先去看看 你現在什麼樣 你現在這個樣子 你自己才會教你自己 如果是你不教你自己 你不用想要別人也教你 然後我就覺得 我後來看鏡子裡面的自己 我就覺得我好胖 這樣我真的好像 不會有人喜歡我 然後他就說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改變 那就要 就是從心裡面改變開始 然後去調整這一切 然後直到你接受你自己 喜歡你自己 別人自然而然也會喜歡你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開始想說 那我要怎麼改變 因為以前我都是 不健康的方式 那我已經不能再用 不健康的方式了 因為我那時候都已經 快三十了 後來你竟然在三年之內 瘦了三十三公斤 我就開始去先面對 我最不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我決定自己要改變突破了 所以我就逼自己去運動 然後因為我怕流汗 所以我也是選 我第一次選擇的 也是在水裡 然後可是因為我不會游泳 所以我都是去水裡 然後這樣趴著 就是趴在邊邊 然後腳一直踢 這樣有用嗎 有用 結果 那時候一天一公斤 我說真的 三十公斤 扶在那邊打 打水漂就可以 很久 對 真的 然後可能是 我剛好那時候扣打也很多 因為很胖的人 在瘦的前段都很快 成長率特別高 對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天啊 在水裡 這個也太棒了吧 然後我就覺得 反正我也不會流汗 反正就是踢 而且在水裡踢 起來你也不會 踢 踢 什麼都不會 那我就覺得 我好喜歡這個方式 然後後來就是 就這個方式過了 我就想找別的方式 然後我就去覺得說 好 我要挑戰自己 然後我後來也去健身房 然後健身房那時候 當然會有很多的教練 想要說 我幫你什麼課程 幫你怎麼樣 可以怎樣 多少錢 可是其實我是有默默的觀察 因為其實教練很多的素質 是餐吃不起的 然後有一些教練 就是在聊天把妹 然後跟騙歐巴桑 就是這樣 妳看得很仔細耶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我不要花這種錢 然後我就去公共的那種 運動中心才幾十塊 對 那也滿便宜的 他在這邊會有一些教練 就是在那邊顧器材的 反正他們很多 閒閒沒事幹的 你就可以問他說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這台怎麼操作 就是可能練腹部的 腿的 手的 背的 就是專業的器材 他就會 他一定會來教你 因為你都這樣跟他說 他就會過來 然後跟你講說 這個怎麼用... 那你就把它記錄 記下來 你就會了 這不用教練費 對 就不用教練費 你也知道怎麼操作 然後你也知道 去健身房的時候 該怎麼練 對 你還練鋼管 對 因為其實我 練鋼管也是在一個就是 因為以前 我拍電影的時候很胖 然後那時候 他們都說 覺得我會把鋼管吃掉 然後那個戲裡面就是 真的是 他們就加一段鋼管這樣子 我一上去 然後鋼管整隻 就被我拔起來 可是大家對胖子 就是覺得他可能會吃管子 但我就想要證明 所以我就去練的鋼管 然後 對 其實那時候滿辛苦的 然後我只是想要證明 這難度好高 我只是想要證明就是說 沒有什麼事情是 就是 做不當的 對 誰可以做 誰不可以做 是每個人都可以 只要是對的事情的話 柔軟度又超棒 對 那個也是硬練硬拉的 就是後來硬練硬拉 你後來有個最厲害是 你戒掉你很愛喝的真奶 那個戒了應該會差很多 對 其實借飲料 像剛才阿姊也說 有糖的飲料都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尤其市面上 那奶茶又更 珍珠奶茶又更重 可是以前的我 我覺得我的減肥會失敗 很多都在於我在壓抑自己 就是我不能吃 我不能碰 我都不要 我不要不行 不可以 可是人直到有一天 滴滴之前斷掉的時候 你就 這個大吃大喝 整個蹦就好幾倍的變大了 那所以我覺得 我還是可以去喝真奶 但可能我的糖分 就是就更少更少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給我三顆珍珠 然後他要說 三顆珍珠 他也是覺得我在 然後可是我就說 對 三顆謝謝 然後因為我覺得 人其實只是 有吃到就好了 嘴巴只想要滿足 那個有咀嚼的那個口欲 然後就滿足了就好了 你就會省掉了很多的熱量 我們來看妳變瘦的照片 我們來看這張照片 對 對 這個叫 就我瘦下來 這是我第一 就是從那個時候 瘦下來的第一個紀錄 然後 Sexy 後來就 去出國的時候 就敢穿比基尼 好棒喔 這個身材 胸是胸 腿是腿 然後 對 然後這個之前陣子 我跟宇潔出外景 然後我們兩個一起 拍了比基尼的照片 哇 好驕傲喔 對 這是這輩子 真的是從來都沒有想過 可以塞到比基尼裡面 然後可以就是 大膽的出來見人 好美喔 但現在可以 哇 好棒好棒 瘦身成功耶 真的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 三十幾公斤 重點是 我覺得那是心態 然後以及 就是你千萬不要 讓你覺得減肥 讓你不愉快 因為不愉快 通常你就會失敗